愛集團韓領隊一共32人 目前有10人確診新冠肺炎 10號指揮中心公布 其中1人死亡 死者是案101 70多歲男性 有慢性病史 3月17發病就醫 19號確診 隔天肺靜潤 呼吸窘迫 住進隔離家戶病房 但肺炎持續惡化 在4月9號病逝 慢性病是往往 這種感染的一個 重症的一個高危險群 使用呼吸器 後來還是用了 接上葉克膜 不過很遺憾 還是沒有辦法救回來 他只是在過程當中的話 就我們所知道 並沒有用到這些 抗病毒的藥物 確診者在天一死 目前已有6人死亡 最早是案19 白排車司機 2月15號死亡 接著案27 80多歲老翁 3月20號死亡 3月30號 一天就增加三期死亡個案 分別是案34 案108和170 其中一人是奧捷團 40多歲男領隊 而愛集團也出現 首位成人死亡 是案101 70多歲男性 死亡率是1.32% 現在死亡率大概就是1.57% 我們多了一個人 愛集團群聚 目前還有一個人重症 使用呼吸器治療中 死亡個案 病程約在5到7天的時候 呼吸功能變差 但並沒有使用抗病毒藥物 不幸成為臺灣確診者中第六人死亡 這條件事宣傳 我看到 臨時我們再說說 臨時會越來越來越多了 臨時會越來越胖 輸導者中最新的